就在各国陆续从乌克兰完成撤侨行动时 中国的撤侨计划依然停滞不前 真要在这种情况下茫然走 你们的家人又怎么可能不牵肠挂肚 所以我们一定要等安全条件具备了再走 这样大家都踏实 北京当局在乌俄开战第二天 一度想以包机的方法撤离乌国境内的中国公民 但此计划已经被搁置 目前官方公布的最新方法 是与波兰和生亚利等乌克兰邻国协调 鼓励公民们自行前往 对中国来说 乌俄危机测试的不仅是紧急时刻的应变行动力 更能够揭露中国与俄罗斯之间 究竟还处在交易互惠层面 还是有更深层实质的关系 习近平主席从俄罗斯总统普京 法国总统马克龙等领导人通电话 指出中方支持俄方同乌方 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呼吁各方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 通过对话协商 寻求乌克兰问题的全面解决 自乌俄冲突发生以来 中国政府从未直接批评俄罗斯行动 还在联合国近日要求普丁停止战争的决议案中 两次弃权投票 另一方面又不断喊话要各界以和平谈判 代替军事作战 谨慎的态度被认为是在乌克兰议题上 试图于羽雄斩兼得 既不得罪西方也不触怒俄罗斯 毕竟国际局势若真的因为乌俄战争 而进入两极化的新冷战对抗时期 对中国来说也是弊大于利 冷战早已结束 基于集团对抗的冷战思维应当平气 挑起新的冷战 更是有百汉而无疑力 乌俄冲突能够及早和缓落幕 对各国都是上策 就目前形势而言 要将当前的中俄关系视为终极联盟 也还言之过早 环宇新闻刘倩文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势与最新趋势